一步的力量 究竟有多大呢 一步的力量 阿姆斯壯登上月球的一小步 是人類科技 與文明的一大步 大家好我是高六班 陳冠林 大家下午好啊 今天我的主題就是 一步的力量有多大 就如同我剛剛所說 阿姆斯壯的一小步 影響了全人類 一個小女孩的一小步 也可以影響整個網路世界 她的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天她與她媽媽 從商場走了出來 看到一名流浪漢 正在乞讀 於是她給了她一個三明治 走著走著 又看到一個流浪漢 因為戰爭失去了雙腿 於是她又給她 一個三明治 一個又一個 媽媽對小女孩說 抱歉啊 我們家沒有那麼富裕 我們拯救不了所有人 五歲的小女孩 沒有被交集的熱情 她對她媽媽說 既然我們買不了 那我們就自己種啊 於是她開始著手 學習了栽培 附近的鄰居看到了 也都紛紛過來幫她 但她想要更進一步 她想要所有流浪漢 都有一個溫暖的家 於是她開始著手於建築 當地的建築商知道了 還給她的材料都砍了半價 越來越多人都知道 這位小女孩的故事 於是幫她架設網站 醜醋之驚 讓她有更好的資源 可以去幫助流浪漢 如果沒有小女孩的那一小小的信念 或者是她一個小小的 給她三明治的舉動 那或許許多人 還沒有意識到流浪漢的問題 到底有多嚴重 那我呢 我的一小步 到底影響到了我什麼 就從我的爬山的故事來講起吧 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爬山的經驗吧 不論是大坑步道 還是河歡山 這都是爬山的經驗 也有難忘的經驗嗎 那我說我難忘的經驗 就是我第一次爬山的時候 但那也不叫做爬山 那也叫做被誘拐 我是怎麼被誘拐的呢 小時候我活蹦又亂跳 爸媽問我說 欸 你要出去走走嗎 我又當時不知道去哪裡 於是就說好啊 於是我就被騙上了車 來到了大坑步道 看到五指徑的樓梯 我不僅想要征服她的一個信念 但是爬到一半 力不從心啊 癱軟在樓梯上 爸爸就跟我說 假如你爬完這個樓梯 那我就去請你吃大餐 當然還想我 就被食物就這樣收賣了 動的啊 那就要比誰的都快 趴著趴著就把那座山都爬完了 當然 還在我心中種下了小小的種子 一個熱愛爬山的種子 這就是我爬山的經歷 有日期部分都是我爬過的山 但這僅僅是十分之一喔 因為這是小百月 像雪山和歡山或者是玉山 那些都不在裡面 小百月選擇標準呢 是由政府選擇的一百座山 他選擇標準呢 第一個就是零像不能太複雜 第二個是可以當天來回 第三個條件可有可無 但就是一千五百公尺以下 都會被選作為小百月 那成為一個好的登山者 該具備怎樣能力呢 第一個他能怕高嗎 我們算一個小小的數學題 一座山起碼幾百公尺吧 那我們算它三百公尺 一層樓約三公尺 那就相當於一百層樓 一百層樓就可以在我們台灣 第一高的建築 那就是台北101 想像你從觀景台 眺望整個台北市 那僅僅是三百公尺的高度 那何況是一千多公尺的高山 看到景色到底又有多美又有多廣呢 我要來站我一個去爬 台中爬山的故事 台中呢有兩座山 那就是淵嘴燒來 它是在雪山的山頂 但山頂嘛大家都知道 它是由峭壁所構成 所以你爬山的時候 你只能靠你的雙手 與一條繩子慢慢向上爬 但我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恐高者 我連從我家往下看 我都怕我摔得粉身碎骨了 更何況是兩千零八十公尺的 圓嘴燒來 於是我看了底下的山壁 我決定我只要專注地往上爬就好 我要畫這份恐懼為 向上爬的力量 反正你都到了山頂 你也沒有回頭路了嘛 你也只能往下 面對這個恐懼 你才能回家 這就是我爬山的時候的照片 在各位的右手邊 你可以看到山頂部分 左邊是我要準備下山的時候 因為那是站山頂嘛 而且我又特別怕高 我只能坐在山頂上 滑手機景色一看都不看 第二個 它能怕蟲嗎 這就要我講 我在新北市石定區 黃帝殿的一個故事了 黃帝殿它的山體 跟醃嘴燒來一樣 都是在山壁山壁之間 所以也是靠著自己的雙手 與一條繩子慢慢向上爬 不同的是有一點點小難度 那就是天氣狀況的部分 台北新北那邊非常容易下雨 好吵不吵爬山的隔一天 就有下過雨 所以路上濕滑又長苔藓 導致困難度又加了更大一倍 大家猜猜這是什麼呢 有小小提示哦 對沒錯那就是水智 我要來講我新北市石定區 黃帝殿與這個小水智的一個淵源 在爬山爬到一半濕熱的天氣 讓我真的快要中暑與窒息 於是我沉默了很久 我在想說我到底要不要回去 我不能回去車上吹冷氣嗎 我就不能放棄嗎 反正又沒有什麼利益 但正當我起身握緊拳頭 我發現我的中指與食指中間 多了一個軟軟的東西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我還懷疑那是我解肉 然後我又再捏了捏一下 這到底是什麼 這是一個蟲子 對那就是當時那隻水智 於是我往山腳頂 往前衝 又跑又跳又瘋狂尖叫 再加上甩獸 就為了擺脫那隻蟲子 本來一個小時才到三點的過程 就被我半個小時給跑完了 我要謝謝這隻蟲蟲水智 給我移步的力量 第三 它能沒有決心嗎 一個情境題給在座各位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假如有一座山 正常人是無法攀登的 那你會選擇 一開始連踏都沒有踏 就放棄了呢 想說啊 反正我也爬不了 那就回去吧 還是你會爬到中途 你才想說 嗯 我就要放棄 那就不如爬一半才走吧 還是你會選擇第三個選項 當那個不正常人 把他爬完呢 在座高的同學 想必有上過這個課文吧 但那是屬於作者的御山俱來 我要講的御山俱來 是屬於我的御山俱來 這是當天的照片 凌晨五點 我就起了一大早 收拾好東西 就準備往御山登山口前進 到塔塔家遊客中心 把所有的東西都辦好後 才前往登山口 但是到登山口 我卻卻步了 我問自己 我可以征服這三千度控制高山嗎 我可以爬全台灣第一座高峰嗎 我到底有沒有這個能力呢 但爸媽推了我一把 沒有回頭路了 那也只能往上繼續爬 但當天天氣狀況也不是那麼的好 天氣霧蒙蒙的一片 但在各位 最右上角是御山的特有種 那就是御山技 當時差點把它搭夾草 就踩了過去 還好爸媽阻止我 不舞姿不行 這是御山技 不能亂踩 但也有時候 雲終於散開 才看得到遠方的風景 這就是當時的風景 接著呢 你爬御山 你不能一天兩天 一天就爬完了 那就需要耗費兩天的事情 爬到中間 你是要在排於山莊先休息一下 才繼續為第二天 登上山腳點所準備 這是當天的晚餐 但這個伙食呢 並不是不好喔 想想看 三千多公尺的高山 並沒有什麼人力 或者是卡車 鐵軌什麼 都沒辦法運送上來 只能靠卑躬 一個一個把食材背上來 所以這樣的伙食 已經算非常非常好囉 凌晨兩點 起了一大早 就為了看那日出 也為了登上山腳點 但天氣還是不那麼美好 霧蒙蒙的一片 什麼也看不到 日出啊 那些什麼都沒有 各位的右邊呢 是凌晨三點的時候 左邊呢是凌晨兩點的時候 凌晨兩點太陽都還沒出來 唯一的光源 就是大家額前的探照燈 這是我們登上山腳點的照片 但別看我路上一路嘻嘻哈哈 那裡也看 那裡也看 那個風景又看了一下 但是我為了爬玉山 我做了什麼努力呢 三千多公尺的高山 氣壓稀薄 氧氣濃度又低 紫外線強度又高 更何況還會迷發著高山症 高山症 你還能靠來藥物控制 但紫外線 你還能穿長袖長褲 來免於紫外線的干擾 空氣心搏呢 這些 你就不能去改變它什麼 因為那就是自然現象嘛 你能改變的 就是自己的體能了 於是在前一個月 我就開始做我的體能訓練 跑步負重訓練一個也沒拉下 開始的第一天 當然乾淨滿滿吧 跑練室跑了三十分鐘 第二三天都這麼持續 但到了第四天 你就會問自己說 我已經努力了三天了 那我還要繼續嗎 這時候我就對自己說 你都要爬玉山的人了 你才爬三天的跑步機 你到底算什麼 你要有決心啊 重新站上跑步機的我 又充滿了幹勁 繼續跑起來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一個禮拜過去了 又迎來新的一天 從放學回來 當天下著大雨 背包又非常非常的重 我坐在跑步機上面 沉濕著 問自己 我都受了那麼多罪了 我還要繼續努力 繼續去跑步嗎 我坐在跑步機上 沉濕了十五分鐘 我還是同樣那句話 你爬玉山 你能沒有決心嗎 更何況你才爬不跑步機而已 於是我又重新站了起來 繼續去衛偶玉山 做下一步的動作 兩天三天四天 新的一個禮拜過去了 第三個禮拜 你當然又會問自己 我都連續兩個禮拜 那麼認真跑步了 我第三個禮拜 不能休息一下嗎 當然 我又是重新那句話 你能沒有決心嗎 你都要去爬玉山了 三千多公尺 是你跑十五分鐘的跑步機 就能解決的事情嗎 第三個禮拜 就這樣過去了 第四個禮拜 你會想說 前三個禮拜 你能不能那麼認真 又那麼努力 我第四個禮拜 不能放鬆一下嗎 反正就離爬玉山 也只有一個禮拜 但如果更長遠來看 如果這樣持續跑步下去 其實對之後的體育課 或者是任何體能 都有有所幫助 於是我又下定點決心 又重新站回跑步機上面 繼續為我玉山做奮鬥 當天 玉山那天 果不其然 其實跑步的訓練 還是有一點點的效果 讓我沒有那麼喘 讓我可以更有力量的往前一步 我非常怕高 我又怕蟲 但我並不畏懼跨出那一步 我有決心 是誰影響了我呢 我爸媽媽 同儕 網路壓力 又或者是什麼網路影片類的東西 不 影響的人 終究只是自己 自己說自己要有決心 自己才辦得到 我的銀步呢 並不會撼動整個世界 但它影響了我整個人生 我賣出的是我堅持與我整個自律 想像一下人生的道路上 只能自己去跨出那一步 方才能往前 你連一步的力量都不敢踏出去 那你又怎麼能繼續下去呢 一步的力量並不能影響全人類 但它能影響到自己 你為什麼不去跨出那一步呢 謝謝大家 我是高六班陳冠玲 正在 1930 奈 我第一五班 白瓶 anim